朋友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看两盆正在圣花期的紫罗兰 并说一说紫罗兰的花期养物 紫罗兰也叫非洲井 现在这个季节呢 正是它们的圣花期 如果你去花店或者是超市的园艺部门 都会看到它们正在出售这种植物 紫罗兰开花的时候非常漂亮 但是很多朋友说养不好它 因为它的叶子很容易出问题 花也很快就凋谢了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把花期中的紫罗兰养得又漂亮 花期又长 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紫罗兰 或者花店里买回来的紫罗兰 通常呢它们的肥已经是足够的了 不需要再施肥了 现在呢它们就是需要阳光和水分 这两样东西 那么提到阳光呢 大家就会想到要给它们晒太阳 但是紫罗兰这种植物 如果你让它放在阳光下直射呢 它很快就出问题了 首先出问题的呢 是它的叶子 接着呢 它的花就很快凋零 紫罗兰最喜欢的光照呢 是那种散射光 只要保证散射光 它的花呢就会开得很好 叶子也不会出事了 另外呢就是水分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它的这个套盆里面呢 放了水 盆底加了一些水 我给紫罗兰浇水的方式呢 都是从它的花盆的底部 让它吸水 这个方法呢非常安全 如果你从上面浇 很容易呢就让它的叶子烂掉了 这一点呢 养护紫罗兰 倒是和蝴蝶兰有一些相似的 它们从盆的底部吸水呢 慢慢的呢水分吸上来 是绝对呢 不会把它们的叶子弄烂掉的 因为有了水分呢 它的花才会开得非常鲜艳 非常那种感觉呢 就是脆嫩脆嫩的 因为紫罗兰的花它非常非常需要水分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那些需要水分的植物 它们的花呢 都是属于娇嫩形的 好像呢就是一掐就能掐出水分的那种 这样的植物 如果它在花期呢 你不给它足够的水分 它一定很快就打念的 但是从上面这样呼噜呼噜的浇水呢 紫罗兰是不太适合的 也许偶尔一两次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假如你经常这样浇呢 它就会烂心 从中间烂掉 或者叶子呢 就忽然的 你浇完水 第二天就会发现 它的叶子出大问题了 就干瘪了 也不是干瘪 就是烂掉了 缩掉了 像那个我们小时候腌菜的那个菜叶子一样 很难看很难看 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能就是说 用红吸的方法给它浇水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紫罗兰花期的养护 两个要点 一个呢 要给它散射光 一个呢 要给它从底部吸水 并且呢 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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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